快病人失血过多 快给病人输血 昏昏沉沉中 我感觉有人 拿着手电筒 在照射我的瞳孔 被推进手术室之前 我隐约听见我的女朋友 接了一通电话后 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弟弟拦了她一下 姐中怀还在抢救 白向晚停了一秒 私事有些纠结 不过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你留在这里 姐 中怀她为了护你 现在在抢救你 真的要去吗 白宇急忙抓住 她的手臂语气中 带着几分不可置信 贺安有什么好的 白向晚的情绪 突然激动起来 你不懂小语姐姐 只是去见一下她 姐姐很快就会回来的 说吧 她用力挣脱白宇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我知道她今天不会回来了 多少次了 每当我和贺安二选一的时候 她的唯一选项 永远是贺安白向晚丢下了我 我躺在手术室里 目光空洞地盯着天花板 真奇怪 明明医生给我打了麻醉 为什么我的心 还是这么疼呢 白向晚当晚并没有回来 她甚至后面几天 也没有回来 贺安要出国了 她心里肯定不好受吧 我应该体谅她的不是吗 电视里的八卦新闻 放着狗仔在机场拍到的画面 画面中身形纤细的少女 奔向一身黑西装的男人 两个人喜极而泣的拥抱 看起来很是感人 连播报也很会写 天才女歌手 为爱奔赴机场 甜蜜相拥 消息一出 立刻就登上了 娱乐新闻的热网 网上铺天盖地 都是对我的谩骂和嘲讽 能有几分像贺安 是她的福气 你瞧瞧她哪一点 能和贺安相比 啊 我科的CP终于成真了 洒花 谁不知道咱白姐 对贺安是真爱 那人却不知死活地 要凑上去 还想替代贺安 笑死我了 现在被打脸了吧 这条评论 很快被推到了最前面 点赞量都快超过了 热搜本身的热度 无她只是因为 白向晚的工作室 点赞量了这条评论 很快点赞又被取消了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 但是还有眼见的网友截评了 这样的行为 无疑是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 白宇近来见到这些 脸上大惊失色 立刻关了电视 抢过我的手机 钟怀 你别听这些人胡扯姐姐 只是 她顿了顿 终究也说不下去 她坐下来 像一只傲丧的金毛 钟怀哥 你难受就发泄出来吧 我苦笑了一下 那一笑牵动伤口 我应该要感谢老天的 医生告诉我 我的颅骨骨折 损伤了听力以后 都需要带上助听器 大概是老天也看不下去了 所以收走了我的听力 让我不再听外面的 流言蜚语和恶意 抢扭的瓜真的不甜吧 我一一孤行 最终落的这个下场 我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 才终于见到了白象婉 她还是那副 高领之花的样子 对我永远都是淡淡的 其实最开始 我们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也如普通的情侣一样 恩爱甜蜜 但是一切在喝完回来之后 都变了 我真的有一丝好奇 如果我没有活下来 她还会不会是这副样子 大抵是曾经的情分还在 大抵是白象婉 对我还有愧疚 她慢慢地坐到我身边 目光定定地 落到我耳边的助听器上 对不起 她突然说 我说不出一句原谅的话 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哑巴 不说话也没人能指责 她拿过果盘里的橘子 一点一点地包开 我们的曾经就到这里吧 欠了你的我都会补给你 见我没什么反应 她又接着说中怀 感情这种事情 勉强不来 我真的没办法爱上你 你放过我好不好 我心中一阵酸楚 原来那些我以为的甜蜜时光 对她而言却是枷锁 罢了罢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她见我答应得这么干脆利落 我以为有些正愣 这样也好 我们虽然不是恋人 但我们还可以像曾经那样做朋友 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 她自以为可以弥补 殊不知她每次的弥补 都让我产生一种我在坚持 一下她就会和我在一起的错觉 我打着手语不用了 既然要断就断得干净些 她一愣语气中带上了几分薄目 你别和我怂气 你如今又聋又雅能依靠谁 说到这里 她脸上多了几分不自然 说了句 你好好想想就急匆匆地走了 门外贺安在等着她 他们真是一对般配的人啊 而我像偷了他人幸福的小偷 曾经我以为可以捂热白相婉的心 现在才发现 她的那颗心早就放在了贺安那里 几年前的那个雨夜白相婉被贺安抛弃 我护住了白相婉的脆弱与不堪 只想为她挡住所有的风雨 现在贺安回头了 白相婉不需要我了 年少相恋的恋人因为误会而分开 如今各自顶峰相见破镜重圆 那我呢 我的心却被伤得千疮百孔 这两天网上全是白相婉和贺安复合的消息 所有人都被他们的破镜重圆感动 没有人在意我 毕竟我和白相婉的恋情从来都不被看好 哑巴和天才歌手的组合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人人称赞白相婉的歌直击灵魂 抚慰心灵却没有人知道 她那些备受喜爱的歌词都是出自我手 看着白相婉和贺安大大方方在社交平台上撒糖 秀恩爱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白相婉给我发来的消息 你有空回来一趟把你的东西拿走 贺安要过来住一段时间 我怕他看见你的东西不高兴 这么快就要抹去我的痕迹了吗 也是我本来就是占了贺安的位置 他回来了我就应该十项点地离开 我关掉了手机 闭上眼睛将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逼了回去 我其实不是一个脆弱的人 只是面对白相婉的事实 我猜一次又一次突破底线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我们曾经住的别墅 不过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我原本的床上躺着贺安 房间里贺安打着点滴他睡着了 白相婉趴在他床边看起来照顾了一夜 我正正地站在门边恍惚想起曾几何时 我也曾这样病过 只是当时白相婉很忙 他在演唱会的后台赶不回来 现在想来其实不是赶不回来 只是不在意吧 我看着趴在他床边的白相婉 我怕他着凉将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替他盖上 我的动作很轻但还是吵醒了他 白相婉揉了揉眼睛 见来人是我边打哈欠边对我打手语 你来了 他很自然地给贺安掖了掖背脚 丝毫不顾我这个前男友的在场 大抵是未曾将我放在心里 所以他并不在意 我四处看了看 发现自己的东西已经被整理地放在袋子里了 说是来收拾行李 其实我的东西少得可怜 白相婉注意到我的动作 错过来看了看 你瞧瞧 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的 我翻了几遍 见始终没有欲坠 不由地焦急起来 着急忙慌地打着手语 欲坠呢 欲坠在哪里 白相婉见我这么焦急 不由地也着急起来 我收拾的时候没看见 我以为被你带走了 你别急 我们一起找 一旁的贺安被我们翻动东西的声音吵醒 他拧着眉小婉 你们在找什么 白相婉见他醒了走过去 摸了摸他的额头 恩还好不烧了 中怀的欲坠不见了 你有看见吗 贺安揽住他的腰撒娇式地蹭了蹭 不以为然得到 你说那个破欲坠子啊 我昨天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手滑 掉地上碎了 我就丢垃圾桶里了 他说的随意却不知道像是 重重的一拳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突然有些支撑不住跌倒在地上 白相婉惊呼一声连忙来扶住我 我死死地抓住他的手 想让他去帮我找玉坠 可惜嘴里只能发出呜呜的喊叫 只能向他打手语 白相婉边点着头 边吃力地扶我起来 你别急 我陪你去找 说吧 他就开着车出了别墅 临走时还听见贺安在后面喊 不就是一个破坠子吗 扔了便扔了 这是要干嘛 白相婉似是有些迟疑 但是看着我快支撑不下去的神情 还是一脚油门走了 钟怀你别急 我们马上就去垃圾场 一定能找到的 白相婉住的别墅 离负责这片区域的垃圾场 不太远 半个小时也就到了 听完来意的管理员 一言难尽地看了我一眼 最终还是指了一个方向 昨天送来的垃圾都在那一片了 还没来得及分类 你们要找 怕是要费些功夫 那一片周围堆满了各色垃圾 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味道 我却是像闻不到味道一样 我弯着腰用颤抖的双手 奋力地翻找着 苍蝇在周围嗡嗡作响 垃圾散发的意味令人作呕 我像是风魔了一样 子子细细地翻找着 这里没有这里 也没有怎么会没有呢 我越来越着急 这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的东西了 白相婉就在我不远处 她手上同样也是脏污 原本洁白的裙子 也变得肮脏不堪 我应该是要感谢她的 感谢她放下干净与矜持 肯陪我这个不爱的人 在垃圾堆里翻找玉坠 管理员叹了一口气 要不你们还是别找了吧 见劝我不住她摇摇头 朝这边点亮了照明灯 我感激她的善良 又埋头于垃圾堆里 天空突然下起雨 一开始还只是稀稀利利的小雨 渐渐地就下大了 白相婉想拉击我 中怀咱们别找了明天再来好不好 我没有理她 我只是更加仔细地翻找 不肯放过每一个角落 奶奶孙儿不孝 连您留给我最后的念想都弄丢了 我本是七阴 要不是奶奶捡到了我 我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 我真的是世上最没用的人了 没有健康的身体 留不住心爱的姑娘 也留不住奶奶留给我的最后之物 想到这 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了地上 够了 赫安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了 她一把扯过白相婉 本想抱住她 但看她一身脏污 还是改为护在自己的伞下 中怀你到底在发什么疯 为了一个破坠子至于吗 连带着小婉也不肯放过吗 我知道你恨我夺你所爱 可是你也没必要逼着小婉 为自己出气吧 中怀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 我的脑中嗡嗡作响 刚手术完没多久的身体 加之翻找了四五个小时 又凌了雨 此刻根本支撑不住了 根本听不见赫安在说什么 我的眼睛渐渐模糊 呼吸急促 手脚也失去了力气 下一秒我就倒在了垃圾堆里 正骂得起劲的赫安一愣 用脚踢了踢了我 为别装死吓唬我呢 是不是给我起来 白相婉见状 想来扶我起来 被赫安一把拦住 小婉别去她身上脏 砰的一声 白雨朝赫安给了一拳 妈的她晕过去了 你看不见吗 别拿你那臭脚碰她 凌乱的脚步 打破了医院的宁静 白雨背着我冲了进去 一声一声 她晕过去了很快 我就被推进了急诊室 白大挂的主任脸上的胡子 都带上了几分生气 你们真是胡闹 病人刚刚出院 怎么可以让她情绪 这么激动和劳累 要是再晚一步 她后半辈子就瘫在床上了 白相婉脸色白了一白 似是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赫安脸上 也有些心虚冷 哼了一声小声嘟囔 这不是还没死吗 你说什么 白雨听得此话 声音都拔高了几分怒目 看向赫安 眼见着弟弟要动手 白相婉连忙将两人隔开 将赫安护在身后 小雨赫安也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 她不知道中怀刚车祸手术吗 不是故意 她会对一个病人恶语相加 踢一个病人 赫安脸色变了一变 忍不住出言反驳 谁叫她发疯 把小婉拉去垃圾场 找什么破欲坠 对于中怀的意义 你也不知道吗 白相婉心虚地低下了头 还是开口为赫安辩解 再怎么说 赫安她也不是故意的 你别这样咄咄逼人 白雨简直是被她气笑了 连声说了几个好字 好好好解这个赫安 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忘了她当年 丢下你的事情了吗 白相婉身形晃了一晃 还是强撑着下来 当年的事情 我和赫安各有难处 你不懂 白雨连连冷笑了几声 我不懂你最懂了 谁有你懂 我只劝你一句 你可要想好了 人心凉了 可是再也暖不回来了 别到时候后悔 大抵是这里闹得动静太大 小护士皱着眉 吵什么吵 这里是医院病人需要休息 白雨指着大门 滚你俩都滚 别让我看见你们 我的生活很快就恢复平静 每天都只是安静地 待在病房里面养病 网上的流言蜚语 我也不再去看 只不过白雨 时不时就会刷到 白相婉在网上高调秀恩爱 她既会在我面前 提到白相婉和赫安 每次看完都自己暗戳戳 递在医院的走廊里生闷气 我哭笑不得 劝她过去的就过去吧 这话是在跟白雨说 也是在劝我自己 我曾经是个哑巴 但我能用我的双耳 去感知世界的温度 再提笔写下词句 来表示我对世界 最深刻的感知 我说不出的 但我的文字可以 如今虽然带上了助听器 我也不肯放弃 我不再将一门心思 都放在白相婉上 将热情投入创作中 我用之前积攒下来的积蓄 成立了一个小一点的工作室 两个月下来 也有了一笔小收入 期间白相婉 也来找过我几次 只不过我都避而不见了 没必要再见了 不是吗 她总是这样 给一个巴掌 又赏一个甜枣 明明和赫安在一起 却又不吝啬 对我释放善意 工作室开了之后 加上白雨的宣传 慕名而来的人不少 见我试的哑巴 又带着助听器 嘴巴张得大大的 我朝他们笑了笑 在备忘录写下 怎么 带助听器就不能爱音乐了 考虑到我在交流方面的问题 白雨建议我招一个助理 曾经我面对的人 只有白相婉 而如今我要面对的人多了 所以我只是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同意了 我认识的人不多 白雨就在她的工作室里 发了个招聘 隔天就有人带着简历 过来面试 我看着简历上的名字 有几分熟悉 苏月月 记忆中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 我看着简历上写着 她是国内顶尖音乐学院 毕业的高材生 不放心又确认了一遍 将纸递了过去 您确定要来这个小工作室 会不会太取材了 苏月月笑得很阳光 指了指自己 您不记得我吗 我打量了她一下 陈锋的记忆终于被唤醒 是你 身旁的白雨 戳了戳我的手臂 怎么 认识 我点了头 苏月月其实不叫苏月月 我认识她的那年 她叫苏畔蒂 那年我恰巧路过河边 就下了想要轻生的她 事后 我用身上仅存的钱 给她买了一身干净衣服 鼓励她好好活下去 后来 我去A大找白向晚 遇到了苏月月 她告诉我自己改了名字 也和家里断了关系 靠自己勤工俭学 考上了A大 再见面就是今天了 苏月月提及往事 不见半分的不堪 反而有一种千方过境的从容 所以 今天我就来找你了 我专业能力很好的 我一定不会拖你后腿 而且 我还会手语呢 这确实是一个 很让人难以拒绝的理由 我点点头 向她伸出手 欢迎你加入 苏月月实在是一个 很优秀的音乐人 我称之为 她天生就应该吃这一碗饭 她会在我反复 斟酌一个用词时 意想不到的提出新的思路 也会在调试弦乐中 创作出最恰到好处的和弦 在前来合作的客户中 也能传达出我的意思 在她的帮助下 我的工作简直得心应手 创作出来的歌曲 也获得了几个不错的合作 那些牵出去的曲子 被几个艺人演出后 取得了不小的热度 艺人们获得了热度 也更乐意来找我合作 我的工作室 也由此打开了一点知名度 我趁机选了一个地段 更好一点的位置 打算扩大一点工作室的规模 看着新的工作室投入建设 我的心中自豪感由然而生 原来我不是一无是处 我也有自己的价值 新工作室筹建的差不多后 我请白宇和苏月月吃饭庆祝 点完菜后 白宇拍着我的肩膀 哎呀我说钟怀 我可是为你招来了一尊财神 你该不该好好谢谢我 我做出感谢的姿势 逗得两人哈哈大笑 没想到 身后却传来了贺安的声音 钟怀 白宇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回过身 看到了白向晚和贺安 贺安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手中四不经意地展示自己 牵着白向晚 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 自从上次晕倒之后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向晚 他这段时间日子不太好过 没了我的填词 新出的专辑热度大不如前 还被几个不知名的歌手 抢了热度 只不过他天才歌手的名声在 粉丝倒是乐的买单 和说他新歌不好听 大不如前的路人四得厉害 而一位在贺安身旁的白向晚看到我后 眼里闪过一丝道不明的情绪 白宇显然也看到了两人 他目光在我和苏月月身上一转 朝苏月月使了个眼色 这都看不出来 这是钟怀的女朋友 他俩在感激我这个大媒人呢 苏月月接收到信号 笑着向两人打招呼 你们好 我是阿怀的女朋友 他故意将女朋友三字说的 多了几分暧昧 贺安愣了一下 意味深长的开口 我原本还担心 你会一蹶不振 毕竟你曾经这么爱小婉 现在看来 你日子过得不错嘛 是我多虑了 白向晚听到这话 脸上带了几分不可置信 他看着我 那受伤的眼神 就像是我先背叛的他一样 我没有表示 只是收回目光 举起桌上的咖啡 我想解释 我和苏月月只是同事关系 但想了想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解释 我不再爱着白向晚 再解释 只会让白向晚觉得自己对他于情未了 白宇像是看不懂 我们几人之间的暗潮汹涌 他热情地招呼两人坐下 菜上其后 苏月月摆出一副女主人的架势 招呼两人不用拘谨 又恰到好处地摆出几分娇羞 知道苏月月和白宇的好意 我没有阻止 在苏月月为我添菜时 赫安笑了笑 看到你们这么恩爱 我也就放心了 有人照顾你也是好的 他故意这么开口 毕竟在他眼里 我越不在意 他和白向晚的感情就会越稳定 苏月月脸上一红 他轻易地挽过我的手 那当然了 我们一定会长长久久的 一直没说话的白向晚 突然出声制止这一切 钟怀 你跟我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姐 钟怀女朋友在这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 单独和你到外面聊天不妥吧 白向晚听到白宇这么说 脸色一变 夹杂着几分愤怒和伤心 他狠狠地瞪了白宇一眼 又重复了一遍 你出来 我有话和你说 见我不为所动 他冷笑一声 钟怀 我们才分手三个月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找下家 你曾经说的爱我 看来也没几分可靠 我竟然还傻傻地相信你 看来我真是错付了 说着 他声音染上哽咽 跑出了餐厅 贺安连忙追了出去 白宇两手一摊 该 当初不知道珍惜 现在后悔了吧 白向晚本来就知名度高 他和贺安刚刚进来的时候 已经引得人注意 此刻餐厅里不少人 已经开始窃窃私语 我摇摇头 是一白宇别再说了 餐厅里发生的事情 很快就被传了出去 视频里 白向晚的失态 他带着哭腔的声音 被记录得明明白白 有人对他的行为很不简 不是 白女神的操作 我怎么看不懂啊 只准他另寻新欢 不准别人另找 有粉丝立刻开麦 楼上 说不定是恶意剪辑呢 那个哑巴 曾经都试图取和安而代之 说不定是他挑拨两人感情呢 这波言论 立刻引起了吃瓜网友的攻击 我说有些粉丝 别太会洗了 这么会洗 你上辈子 莫不是个洗洁精 上次他的专辑 扑得巧无声息 被你们粉丝 洗心恋情 换风格也就算了 这次脸都对你脸上了 白象婉一夜之间 掉了几十万粉丝 白象婉始终没有发声 风波过后的第三天晚上 我见到了白象婉 她不知道怎么知道了 我新工作室的地址 醉醺醺地等在门口 我叹了一口气 上前扶起她 她一见是我 双手牢牢地攀附上我的脖梗 钟怀你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我扶她站稳 打着手语 你有些醉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喝安呢 白象婉委屈得快要落泪 你怎么不抱我了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掏出纸巾 擦去她脸上的泪 我们已经分手了 白象婉突然意识到什么 我后悔了 我不要和你分手 你不要找别人好不好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她喋喋不休地说着 和我分开之后 她有多难过 有多不适应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又是这样 曾经我们分手的时候 她也这样求复合过 她大概以为 这次我还会和以前一样 再次心软同意 人心是会凉的 没有谁会一直停留在原地等你 看着她期待的眼神 我摇了摇头 打着手语 你醉了 我送你回去 她眼泪一下掉得更凶了 边摇头边抱我 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奇怪 曾经我最看不得她流泪 她一皱眉 我就心疼地哄她 如今我也没有曾经的那种感觉了 突然 赫安一下子拽过白象婉 将她抱在怀里 恶狠狠地警告我 钟怀 我不管你打的什么主意 小婉她心里只有我 我劝你早点死了这份心 白象婉挣脱她的束缚 拼命向我解释 不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赫安牢牢地抱住她 一下一下拍着她的背 宝贝 你喝醉了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之前不是告诉我 你之所以和钟怀在一起 只是因为钟怀写歌 可以帮上你吗 我一震 心中苦涩突然蔓延起来 虽然之前自己也有这样的猜测 如今被赫安直白地撕开 心中被谁重重地打了一下 我正打算绕过他俩 进工作室时 余光只看到白象婉的正头顶 那块用来固定的木板摇摇欲坠 小心 我朝白象婉扑过去的同时 她也察觉到不对 她迅速反应过来 下意识想要护住 赫安已经反应过来 害怕地往一旁跑 木板下一秒就砸在了白象婉身上 我惊慌地回过头 白象婉正倒在地上 后背渗出的血迹混合着木屑 我的大脑轰的一声 万幸没什么大碍 医生给白象婉清理好后背的伤口 表示需要住院静养一段时间 白象婉安静地趴在病床上 呼吸清浅 唇白如指 我静静地看着她 脑海里想起白象婉昏过去的 前一秒对我说的话 还好 没有再连累你 你为什么要救我呢 明明只是利用我 却又救了我 你是在赎罪吗 你的心也会不安吗 我从小就暗恋白象婉 我是童年里人人欺负的对象 只因为我是哑巴 是孤儿 只有年迈的奶奶 每当这个时候 白象婉就会像从天而降的孙悟空一样 帮我赶走欺负我的人 学生时期的白象婉足够耀眼 学习好 家境好 长得漂亮 有一副好嗓子 承包学校里的各象婉会 她的课桌里 永远有厚厚一点情书和零食 而白象婉看也不看 她只会和我一起回家 我一直觉得我比其他人幸运 因为他们读书时期才认识白象婉 而我 和她青梅竹马 我们初中 高中一直在一个班 我陪她逃过课 彻夜看星星 在她跳舞崴脚时 背她上下学 甚至帮她买过卫生巾 她的喜好 她不经意的皱眉 都会被我记在心底 我敢说 这世界上没有比我更了解她的人了 后来 上了大学 家里的情况不足以支撑我上A大 我也不能放弃抚养我长大的奶奶 我就留在了本地上大学 可是白象婉还是每天和我通话 我也常常去看她 我曾经一度以为 我们会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即使知道自己不配 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收 我终究无法成为白象婉的心上人 都说青梅敌不过天降 其实竹马也是 白象婉大学时期 遇到了赫安 赫安是白象婉的初恋 年轻帅气的学生会主席 恰到好处的绅士风度 带着几分忧郁的气质 很轻易就吸引了女孩的目光 白象婉追了她一个学期 大一下学期 他们才正式在一起 只可惜他们的感情只维持了一年半 赫安被心叹看中 就退学进演一圈了 白象婉失恋后 我整整安慰了她一年 她才走出来 不知是不是为了感激我 还是因为习惯了我的陪伴 白象婉主动提出交往 后来我才想明白 她只不过是为了利用我出名 好让赫安看见她而已 只是那时候太爱 所以我甚至苦中作乐地想 说不定哪天她就爱上我们呢 大学期间 白象婉凭借出色的外貌 和一尘不然的气质 在校园歌手大赛上展露头角 她是突然杀出的黑马 很快进入了大众视野 人人都称赞她空灵婉转的歌喉 和出尘的气质 我也为她开心 因为她对我说 钟怀 你写的歌词这么好 不让别人称赞可惜了 不然她来当我的声音怎么样 大学毕业后 白象婉的名声越来越响 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歌手了 而我 专门为她写歌词 听着她款款而唱 似乎我通过这样的方式 发声 让世界感知到我这一号人的存在 我们在一起的第三年 赫安回国 面对红着眼睛苦苦哀求的赫安 白象婉紧紧牵住我的手 克制又疏离 抱歉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请不要来打扰我 可白象婉却并没有她表现的 那么风轻云淡 她的手死死地扣住我 用力道我发痛 在拒绝赫安的第二天 白象婉将赫安送给她的东西 一件件翻出 毫无保留地给我讲他们的曾经 她时而沉默 时而哽咽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失态 原来 在我和她恋爱的这些年里 她始终没有忘记过赫安 她恨赫安当年抛下自己 却也还爱着她 她会把自己恋爱中的小心思 对于恋爱的憧憬 记在日记本里 大抵是爱得很深吧 所以她这样几年都不愿意放手 所以我主动提了分手 放她去追寻所爱 可是半个月后 她便回来了 回来之后 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只是像曾经一样陪着我 就这样 我努力忽视这件事 试图当它没有发生过 我和白象婉之间 都尽力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谁也不去触碰 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 那天 是我向白象婉求婚成功的日子 漫山遍野的薰衣草 和傍晚的夕阳相应成去 渲染出浪漫的花卷 白象婉穿着淡紫色的纱裙 缓缓向我走来 一切都是这么完美 我与白象婉相拥 正打算为她戴上求婚戒指时 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一切 看到来电显事后 白象婉脸色一变 但还是接了 喂 白象婉 白象婉 你在哪 我要离开了 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我现在在机场 能不能 能不能最后再见你一面 电话那头的男生声音沙哑 戴上了几分哽咽 听起来格外心酸 是贺安 贺安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别再来打扰我 看到我的表情已经有点不对 白象婉连忙掐断了电话 之后 贺安又欺而不舍地 打来好几个电话 白象婉一直维持着的神情 终于支撑不住 他拉住我的手 钟怀 他就要走了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见他最后一面 这一面见完后 我就死心了 我承认我窝囊到了极致 鬼使神差的就答应了 可我们没有想到 去的路上会发生车祸 失控的大货车 歪歪扭扭朝我们撞来时 我下意识地护住了身边的白象婉 白象婉没受什么伤 而我却颅骨骨折 他匆忙赶去机场 见到了等在机场的贺安 两人复合 就是在这个时候 白象婉在我和贺安之间摇摆的天平 终于做出了偏想 思绪到这戛然而止 我甩了甩头 将脑子乱七八糟的想法赶了出去 见白象婉已经醒了过来 我朝他打手语 你醒了就好 贺安在外面守着 小雨在赶来的路上 我先走了 他急急出声 眼眶中溢满了泪水 钟怀 你现在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了吗 我看着他 恍惚想起当年他被贺安抛下的语音 他哭得这么可怜 仿佛还是当年 只是我没有重来一次的勇气了 打着手语 要断就断地干净一点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别再来找我了 曾经他用来对我说的话 如今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不 我后悔了 我们还可以回到曾经的 是不是 之前都可以 为什么现在不能呢 白向晚用力地响起来 但是身上的伤口太疼 又倒了下去 我还没动作 身后就传来了白雨的声音 姐 不是早告诉你了吗 人心凉了 可就暖不回来了 说吧 他拉了拉我的衣袖 我知道 他是在告诉我 不要回头 我才不要回头 出了病房 看见贺安脸上挂了些彩 想来是白雨打的 白雨早就看贺安不顺眼 想来要不是顾着这里是医院 早就下死手揍他了 我没有去问他 刚才为什么不护着白向晚 难道是白向晚不喜欢被照顾 所以才这么追着贺安吗 搞不懂 真搞不懂 我又回到了正常生活 没灵感的时候放空 灵感来了 就一天到晚地窝在工作室里 听白雨说 白向晚和贺安闹掰了 之前的官宣文案 两人公开撒汤的视频 被撤得无影无踪 有狗仔拍到贺安捧着鲜花 半夜站在白向晚别墅外面 求复合的照片 CP粉们不愿意接受B 又开始在两人的微博下面 留言复合 甚至有人发出白雨在医院暴揍贺安的视频 营小号添油加速地说 白雨不满姐姐和贺安在一起 多次从中阻挠 只为了撮合我和白向晚复合 视频一经发出 很快就有人跑去白雨的微博下面闹 指责他不应该干涉姐姐的自主恋爱 说到这 白雨吃笑了一声 惹到我 他们算是踢到铁板了 白雨的铁板就是 他放出了贺安在国外睡粉 私生活混乱不堪 在国外混不下去了 才回国的证据 白家两姐弟 一个闯了娱乐圈 一个接手了家里的产业 当年为了使白向晚的星途走得更加顺畅 白雨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娱乐公司 专门捧白向晚一个 所以证据爆出后 可信度不容置疑 求锤得锤 贺安他防了 之前信誓旦旦保证贺安人品没问题 是白雨眼下的粉丝们也不敢再说话了 不过最受打击的还属白向晚 毕竟贺安当年回来找他的理由 是实在受不了相思之苦 贺安本来想借白家的事 好让自己再走娱乐圈的路 如今被骂到不敢出门 白向晚也撤了之前给他的代言和投资 白雨边说脸上边带着几分得意 我当初就说贺安那小子有问题 我姐还不信 一门心思地撞上去 我笑了笑 问她 当初明明你看我也很不顺眼 现如今怎么站在我这边了 白雨叹了一口气 我是怕姐姐被渣男欺负 但我有眼睛 我苦涩一笑 我捂画了白雨 却捂不画白向晚 姐姐她对你不能说没有情分 只是她拎不清 钟怀 别心软 别回头了 白向晚又来找过我几次 在她来之后 我这里简直成了狗仔聚集地 每天出门 都能感觉到有无数摄像头盯着这里 苏月月笑言都不敢出门了 出门露头就秒 白向晚知道后 便也没来过 只是转变为给我发消息 对不起 我给你添麻烦了 之前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你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 这次换我追你好吗 诸如此类 我从来没有回复过 又隔了半个月 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里面是那块我以为再也找不回来的玉坠 玉坠碎成了几块 修补她的人应该费了不少的功夫 我捧着势而复得的玉坠 就像又见到了疼爱我的奶奶 痛哭失声 白语嘖嘖两声 玉坠能修补到这个程度 看来我姐真是费了不少心思 不过 玉坠即使修补了 裂痕还在不是吗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生怕我心软回头 中怀 虽然她是我姐姐 但我真的不希望你再重蹈覆辙了 又过了几天 网友突然在网上上传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显然是偷拍的 但不难看出里面的人是白相婉 白相婉在垃圾堆里一遍一遍翻找着什么东西 连下雨了也不肯停歇 网友惊讶于究竟是什么 使白女神不顾一切也要夜翻垃圾堆 很快有人爆料出 白相婉花费七千万 只为了请徐老出山修复一个几乎不可能修复的欲坠 视频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在猜测是谁让白相婉如此深情 而我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完那些视频 然后第一次回复了白相婉的消息 谢谢 钱我会尽快补上 白相婉几乎是秒回 不用还我 我只求你原谅我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试着再爱我一次 我打了很多字 又删掉 我很想倾诉这些年我的委屈 想告诉她在那些我等她能看看我的日子里 我有多么难熬 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去 说了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会再爱她 说了又改变不了什么 我只是又重复了一遍 钱我会尽快补上 又过了半年 我每天都投入在工作中 我的工作室门外 每天都有白相婉送来的花 她在重复我们恋爱时 我做的事 以为这样可以唤醒我对她的爱 只不过我都是让苏月月丢了 我又接了几个单子 签下了几个不菲的合同 帮几个处处茅庐的歌手打开了铭记 而我的名字 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做词人中怀 有人认出 我是之前白相婉每张专辑都会出现的人 于是 关于我和白相婉恋情的话题 又再度被吵了起来 在一档直播中 主持人旁敲侧击地问白相婉的感情状况 白相婉目光深情 仿佛要透过屏幕和我对视 曾经有一份真知的感情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好好珍惜 等到失去了我才追悔莫及 现在我只求能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让我对那个人好好弥补 主持人很是感动 又接着问 听说您之前花了七千万只为了修补一个欲坠 这也是您弥补的方式之一吗 白相婉却没有再回答 但网友们顺藤摸瓜 扒出大学时期我和白相婉的事情 甚至查出了当年白相婉成名曲是我一首创作 哑巴填词人为了爱情发声 四五年来只给白相婉一个人填词 如果这都不算爱 什么才是呢 他们抹杀了我的价值 强调我只是白相婉的附庸 并歌颂这就是爱情 我觉得他们很癫 这群癫婆开始磕起了我和白相婉的CP 甚至在微博开的抄话 希望我们复合 我不胜其扰 只得回复 两人早已分手 希望彼此安好 谁知我的回复就像没有人看见一样 有人在我的评论区下面苦口婆心地劝我 无论有什么事情 白相婉都已经为我做这么多了 我也应该给台阶就下 而白相婉 开始了高调追夫 这样一来 网上的人磕得更厉害了 傲娇女神追夫 磕死谁了 他们磕得开心 有人甚至来我的工作室门口蹲点 见我和苏月月成双入队 竟然开始攻击起苏月月了 指责她是干扰我和白相婉不能复合的人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给苏月月和我的工作室发消息 内容大都是让苏月月识相一点自觉离开我 骂她不知廉耻 这天 苏月月全副武装地从后门溜进工作室 哎呀我说 当你的助理可真不是人干的 你得给我开三倍工资 我看着同样被流言折磨的苏月月 自觉很对不住她 而对于这一切 白相婉像是默许了一般 当晚 我约见了白相婉 白相婉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就像当年我们刚确定关系一样 很清纯很漂亮 我看着她 感觉记忆离我爱的人越走越远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白月光的杀伤力在于 即使是她本人来了也比不过当时 我叹了一口气 朝她打着手语 收手吧 别再这样了 白相婉欣喜的神色有些僵硬 是因为苏月月 你才不愿意回头吗 我愣愣地看着她 不明白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关她的事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再怎么弥补也回不到曾经了 白相婉声音哽咽 其实这些年 我心中是有你的 但是我放不下赫安 我分不清到底对她是喜欢 还是执念 我们分开的这一年 我经常会想起你 我以为只是习惯了你的陪伴 所以我刻意地忽略她 将心力投放在赫安身上 可是 当那天看到苏月月挽着你的手 说你们是男女朋友的时候 我心里极度地快要发疯 我才意识到 我早就爱上了你 我承认最初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是想利用你来给我填词 可是后来 我真的爱上你了 钟怀 我知道带点你的伤害很大 只求你能给我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 让我弥补你 好吗 我坚定地摇摇头 不好 我的前半生一直围着你转 你在哪我就在哪 我总想着说不定 有一天能捂热你 从来没有想过 还有其他的意义 而现在 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小有名气 我虽然是个哑巴 但我还是让这个世界 感知到了我的存在 这一年以来 我发现我很少再想起你了 明明之前你在我身边 我还是会担心 你下一秒会不会离我而去 我不再为你换得换尸了 没有人会在原地一直等你 他双手捂住眼睛 好半天才放下手 眼泪已经流了满脸 你的弥补行为 已经严重干扰到我的正常生活了 请停止 好吗 白向晚眼眶通红 是我没有好好珍惜你 我递过去一张纸巾 如果下一次遇到对你好的人 以我为鉴 好好对他 白宇告诉我 他联系了国外的医生 说有很大概率能治好我的耳朵 我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走的那天 白宇在机场送给我的苏月月 为你俩 在那边可要好好打 我一有空就去看你们 钟怀 你可要好好地听医生的话 别辜负了我找医生的苦心 他好锅躁 像一个老太太 苏月月打趣 我朝白宇挥手 不经意间看到了人群中 捂得严严实实的白向晚 他身形有些萧索 看上去有几分摇摇欲坠 我也朝他挥了挥手 再见 白向晚 祝你幸福 玄文晚 多岁